这个真实的事情可以帮助很多人清醒 原来一个80后福建帅哥澳洲开咖啡馆赚600万 结果回国一年被骗得倾家荡产 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 目前这个帅哥已经是癌症晚期 即将留下三个孩子和一个老婆独自上路 原来这个福建人读大学时就喜欢做小生意 最后靠读书去了澳大利亚 学习酒店管理做厨师 之后和老婆结婚 合伙打拼开了一个咖啡馆 在澳洲六年没有回故乡 赚了600万生了三个孩子 拿着钱就想回老家休息一下 结果2017年遇见老婆的表姐 表姐穿着阔气 就叫着帅哥拿出钱来投资高额丰红酒店 没有合同,没有自据 三个月内拿走了600万 还借钱100多万给表姐 连自己回澳洲的机票都买不起 表姐消失之后才发现表姐是一个专门忽悠人的赖女 问了律师说要钱回来的可能性为1% 如今东山再起也不可能因为已经是癌症晚期 我觉得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上当的都是贪婪 而且愚蠢的 大部分都不能怪社会 我知道太多人在国外赚了钱 回国就被亲戚朋友圈光 你以为人家和你是友情亲情 别人觉得你是人傻钱多 做人还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啊 别人故意展示给你看的财富 其实都是靠你发财的 你想一想 从你回来 这营业额上升了是下降了 根不清楚吗 那不是大环境不好吗 那跟我有啥关系啊 自己没能的就说没能的 还大环境 你到哪儿哪儿都大环境不好呢 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